虽然有幻象战机伴飞 但是世界球后戴紫颖 她的心情好像还是有点闷闷的 晚间PO出了黑幕 似乎有一些沉闷 下午面对媒体时 她也是不愿意带上奖牌亮相 更是不愿意接受访问 看起来的确有点失落 让大家好心疼 另外至于桌球好手林云如 她也发表了长篇文 诉说这十几天来内心的感受 因为她的世界排名上升了 所以有好多人她都想要感谢 希望未来可以创造更多的好成绩 好大的房间啊 拿着手机拍个不停 介绍自己的房间 我国羽球男双金牌得助理洋 才刚荣耀归国就住进防疫旅馆 却不难看出她的好心情 还发现实动态和粉丝互动 羽球好手王子维同样贴出影片 跟大家报平安 还称赞旅馆很棒 虽然她在冬奥羽球男单赛事中 无缘晋级八强 但能站上奥运舞台 夺得十六强的成绩 她也不气馁 决定再继续努力 但球后戴金影似乎有些沮丧 甚至在回国后当晚 在ag上po出黑幕 发了现实动态 却半个字都没打 荧幕黑成一片 不过早在小戴下飞机时 就看得出她心情似乎有些沉闷 还不愿带上奖牌 有奖牌的 你都可以把它放起来 体育署工作人员 希望选手们都能带着奖牌亮相 小戴却面无表情 摇了摇头 不愿意秀出来 我带你奖牌就带出来 我带你 勉强挤出笑容 也不接受媒体访问 似乎对没能摘金 心情有些失落 让人好心疼 至于桌球好手林云如 也有内心话要说 比完三场赛事后 他在IG上发长文 说这十多天来 内心有欣喜也有不甘 但在得知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五后 决定谢谢所有曾替他加油的人 奥运之旅战时划下斗点 期待未来能创造更多惊叹号 冬奥小将努力为国争光 不论成绩如何 他们充满平静的身影 永远都是国人心中的英雄 记者综合报道